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今天我们聊聊台湾的话题 最近在中国有一个很火的视频 有记者问外交部长王毅 问他中国今年要拿掉多少个台湾的邦交国 王毅听到之后哈哈大笑 这个最新被中国拿掉的台湾的邦交国 是所罗门群岛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这个台湾和中国大陆去争夺这些邦交国 基本上就是靠钱 基本是靠金元来资助 台湾花了很多很多钱去维持这些邦交国 中国也是花更多的钱 去把这些邦交国抢过来 我觉得我站在一个非台湾人的角度 我觉得台湾没有必要去维持这些邦交国 这些钱完全可以花在其他地方 站在一个更旁观的角度来看 台湾跟这些国家断交 把这些国家扔给中国大陆 其实对台湾更好 据说这次所罗门群岛 中国是花了5亿美元给买过来的 而且最近跟台湾断交的 可能很快就要跟中国建交的 这个吉里巴斯这个国家 像台湾要一个波音737的飞机 价值7000万美元 台湾没给 或者说台湾觉得这个钱太多了 最后讨价还价 台湾给的钱不够多 没有中国大陆给的多 这边有几点我觉得可以分析一下 一个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体制不同 台湾是民主国家 是老百姓可以有发言权的 这个政府在花这些钱的同时 它必须照顾到老百姓的一些诉求 对吧 但是中国政府它花钱是可以没有节制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说了算的 中国老百姓是没有权利去选择的 而台湾老百姓是有权利选择的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 台湾政府去跟中国政府比 谁更有钱 谁能更砸钱 我觉得是肯定是比不过的 因为中国政府是没有老百姓来监督的 在砸钱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中国是最擅长的 你看这个一带一路就看出来了 所以其他国家 这些民主国家是没有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去跟中国去争 维持这些邦交国对台湾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花大笔的老百姓的钱以外 其实就换来一个心理上的安慰而已 更何况你现在邦交国在不断的减少 实际上是很丢分子的 很丢面子的 与其有这些邦交国 死活的去维持这么十几个可怜的邦交国 还不如撒手 放手算了 中国政府不承认你是国家的时候 你再维持几个邦交国 他也不承认 你是不是一个国家 并不是由你有多少个邦交国来决定的 台湾是不是国家 不是中国政府 也不是台湾政府 耍嘴皮子耍出来的 你是不是个国家 关键还是看 你有没有公权力 你的公权力 是不是有一个边界跟范围 你的这个执政能力 能不能到达这些地方 比如说台北 比如说台中 比如说高雄 台湾政府能不能管得了这些地方 如果能管得了 它有一个边界范围 比如台湾岛 比如台澎金马 能管得到 就说明你就是一个国家 中国讲了半天说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是管不到这些地方的 你既然管不到 它就不是你的 就像说 我整天可以说 王思聪的宾利车是我的 但是我进不去 我也没有钥匙 我也发动不了那发动机 对吧 当然就不是我的 我嘴上怎么说都可以 更何况台湾有自己的护照 有自己的军队 有自己的政府 有自己的体制 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对吧 而且独立于 其他任何的政治势力 那么它就可以说 是一个国家 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护照 是远远比中国大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管用的 在全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 美国 日本 都是免签可以去的 而中国这个护照 反而要签证 才能去 也说明这个国际社会 对台湾的一个包容 对台湾的一个认可 当然台湾的邦交国很少 然后它也从 联合国退出来了 但是呢 这不代表它就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1949年成立之后 一直到70年代 它这几十年时间 都没有进入联合国 它在全世界 也几乎没有什么邦交国 除了苏联那几个小兄弟以外 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国家 你不能说毛泽东 在1949年建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70年代之前 都不是一个国家 对吧 它仍然是一个国家 所以它是不是国家 不是由 它有没有进联合国 和有没有邦交国 来决定的 当然我刚才说的 这几个点 实际上都有一个基础 刚才我说的所谓的 什么台湾应该放弃 这帮邦交国 无所谓这帮邦交国 有一个基础就是 台湾是美国的小弟 台湾是紧密团结带 以美国大哥为首的西方阵营 只要做好这一点 有什么邦交国 没有邦交国都无所谓 而且我们看到 时间是站在台湾这边的 历史的大趋势 是朝着台湾有利的方向 才发展的 因为美国已经正式转向了 正式把中国看作是 它的战略对手 那么这时候台湾的战略地位 就会随之升高 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讲 实际上今天我想讲的 一个主旨什么 也就是我的标题所说的 这个装逼犯 没有好下场 什么事情你都不能装 你一定要做符合你身份 地位和能力的事情 如果你被某个意识形态也好 某个幻想幻觉所欺骗 然后说或者说 你制造出这个幻觉之后 你制造出这个假象之后 你自己都相信了 你被这个假象所逼迫着 继续往这个错误的方向前进 最后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而中国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 外交部长王毅的 这个新闻发布会里边 有一句话 觉得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特别搞笑 他说 我们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有个别人声称要让中美脱钩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与中国脱钩 就是与机遇脱钩 就是与未来脱钩 某种意义上 也是与世界脱钩 我看到这话 有点感觉无语了 就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就是我不知道 他是真的相信这句话 还是假的相信 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 他在被自己制造的 那个谎言所欺骗 这特别有意思 他居然认为 跟中国脱钩 就是跟未来脱钩 就是跟世界脱钩 这意味着中国这些领导人 相信中国就代表着未来 中国就代表着世界 这个定位对自己这个判断 是跟现实有多么的不同 我当然相信王毅说这个话 还是一种外交辞令 还是骗中国老百姓的 让中国老百姓认为 我们中国是强大的 你跟我脱钩 你一定没有好下场 我们才代表了未来 才代表了世界的大趋势 这种说法当然了 很多中国老百姓会向当 会相信的 我不相信王毅这样的 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高官 会真的相信 特别是当他们把自己的子女 家属 把自己的财产都送到国外去 这种情况下 还说中国是未来 我就很觉得有问题了 他肯定是在骗人 但是呢 如果他真的相信 或者说中国人都相信这个说法 那他们一定会 遭遇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 现在中国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相信这些说法 这些宣传的 舆论的这种引导 以为中国现在真的崛起了 中国可以不需要美国了 而全世界离不开中国 这种幻想 想一想是好的 有意身心健康 但是你真的把它当作现实去实践了 那一定是下场很悲惨的 我们都知道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中国建国以后几十年 经济是基本停滞的 而且经历了好几次这种人造的大的灾难 互相残杀 只是在亲人爱之后 中美建交了 然后跟西方拥抱了 才立刻的崛起 特别是美国把大量的这些品牌 放在中国去生产 实际上中国真正做的 就是靠廉价劳动力 因为你这个人比较多 比较便宜 让你来生产西方的这些产品 所以才富裕起来 赚到了外汇 有了外汇 你就可以一人人民币 对吧 然后修这些高楼大厦 这些高铁 机场 这才是真正的来源 你用今天的这种成就 这归根结底的 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全球化 你现在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老大哥 美国搞翻了 基本上你就一定会走回头路 之前那几十年的发展 一定会灰分湮灭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而中国现在最大的错误 就是判断错误 沉浸在中国梦的中国老百姓 是想象不到 我刚才说这些东西的 他们不明白 我刚才说这些道理 他们还是认为 中国能够有今天 第一 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勤劳勇敢 多么的厉害 第二就是中国共产党 多么的伟大 他这两个误判 会给自己造成非常 这个悲惨的下场 那么我们看这个历史上 有很多这样的装逼犯 最后遭了一批的下场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苏联 我们看马上就到了 这个国庆十一的大阅兵了 苏联在后来的几次阅兵 声势非常浩大的阅兵 都发生在苏联最鼎盛的时期 就是他到顶峰然后下来 这段时间正好是 勃尼之列夫执政的时期 我们看到当时的苏联是多么的 这个意气风发 当时大阅兵展示出的这个武器 比美国还先进 苏联的核弹头比美国还多 看似非常的强大 最后怎么样呢 1982年的那场大阅兵 这个勃尼之列夫在这个台上 差点没冻死 就是他对自己的健康不了解 对整个国家的健康也不了解 他觉得自己很强 很强壮 不会有问题 没有到回家之后 没几天就死了 然后这个国家也是 觉得自己很强大 各种大阅兵 我们看当时那个视频记录 没想到不到十年时间 整个苏联帝国就跨台了 这就是装逼犯的下场 他没有那个金刚钻 就不要懒瓷器活 你没那个实力 就不要去搞这种大阅兵 你这是典型的外强中干 当然了 站在苏联共产党 站在中国共产党立场上 你越是外强中干 越是要搞这个阅兵 来去欺骗别人 但是在欺骗别人的同时 也欺骗了自己 连自己都相信了 我们这个党 我们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强大 世界第一 我昨天中文写过一篇文章 去讲这个伯雷尔涅夫 他的成长经历 实际上 他这个人跟习近平 是非常像的 当时选他作为这个党的总书记 也是有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人没什么能力 然后也没什么主见 比较软弱 人缘又好 就选他 所以苏共选了 伯雷尔涅夫来接班 没有选谢列平 就像这个中共选了习近平 没有选薄熙来一样 在伯雷尔涅夫的领导下 苏联走上顶峰 然后迅速的垮台 中国也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走上顶峰 在这个国庆大阅兵 会意气风发 然后接着就走下了这个舞台 就开始没落 当然了苏联没有在伯雷尔涅夫的 这个统治下垮台 是后来他的接班人出现问题 这个我不好说是习近平 在他的任上 还是他的接班人会出现问题 但是会步苏联的后尘 我们看苏联当时伯雷尔涅夫死后 其实有两个路线可以走 一个是安德罗波夫的 还有一个是戈尔巴乔夫的 实际上这两个路线 选哪个都是死路一条 今天的普京其实走的是 安德罗波夫的那个路线 也是会把自己玩死 普京现在只是管俄罗斯 没有管整个苏联 现在就已经很吃力了 已经焦头烂额了 如果走了安德罗波夫 那个路线的话 其实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 但是苏联走了戈尔巴乔夫的路线 就等于死得更快 因为戈尔巴乔夫代表了一个 典型的一个技术官僚的一个方式 要全面进行改革 当然就等于断送了苏联共产党 中国的这个 后面的政治走势 会跟这个苏联共产党的这个政治走势 会有相似之处 我们先不去预言这些东西 我们只是讲历史上 你在这种外强中端 你在经济已经差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还要做这种劳民伤财的这种大阅兵 真的就是不怕死 自己死的不够快 因为这种大阅兵是 极力的消耗资源的这么一个行为 包括香港也一样 香港在消耗中国共产党的资源 全世界的这种大外宣 也在消耗自己的资源 而且还要搞这个一带一路 对吧 各种消耗自己的资源 等这个资源用尽的时候 就是游进灯窟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 十一阅兵的时候 那种盛大的场面 我可以想象出来 我们要心里清楚 要冷静的想一想 这个再怎么这样的大阅兵 也不代表这个国家 就多么的繁荣昌盛 很有可能是这个外强中端的 日波西山的这个国家 最后的回光返照 我们看还有很多装逼遭雷劈的这个例子 包括美国在那也一样 去非要去打伊拉克 打了伊拉克之后 你看看奥巴马八年的这个时间 都没有收拾好这个烂摊子 最后还创造出了 这个各种的恐怖主义组织 对吧 最后现在是靠这个川普总统 来给这个美国之前的这些 错误的这些决策来擦屁股 损失了几万亿美金 创始会员国 觉得自己很强悍 对吧 美国人不看在眼里 然后还得罪苏联 最后跟苏联去 比它强大N倍的苏联去争 最后当然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当然是会这个下场 如果我们能够抛开道德方面的评价 说实话只讲real politics 就是这个现实政治的话 毛泽东不知道比蒋介石高多少倍 他的这个对形势的判断 这个把握 绝对不是像装逼犯蒋介石一样 他从来不装逼 毛泽东是非常非常接地气 而且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的一个人 他可以知道怎么样才能成功 他可以用各种手段去实现这个目标 他的目标定的不是有多么高 所以毛泽东一直在讲说 他没觉得自己最后能够统一全国 他确实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不知道苏联能够给他多少资助 他知道自己什么水平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这个位置是什么 他站得非常稳的 你是什么样的位置 就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彭德怀展开了这个百团大战 去打日本 把这个毛泽东气得够呛 甚至在电报里的骂娘 这就是一个毛泽东这个接地气的一个典型 毛泽东对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 他就是一个现实政治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手 他不讲什么大道理 这个蒋介石喜欢讲民族主义对吧 喜欢讲这个中华民族怎么那么样 其实毛泽东他所有的行为 他不会去相信这些东西 他是一个曾经宣传湖南要独立的人 你想想他会真的相信什么中华民族吗 他只是后来因为实力大增 有了苏联的这种这么大的资助 他觉得能够消灭蒋介石 能够统立全国 所以他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说到这里呢 我就不得不要夸一下 现在台湾蔡英文政府 实际上就没有去做这个装逼犯 他的定位就很清晰 他知道自己的位置是什么位置 他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并且找准这个形式 按照形式踏着点去走 一方面是顶着中华民国的帽子 这个帽子当然不能摘掉 他也想摘也摘不了 对吧 这个东西是保护台湾的一个招牌 所以这招牌其实已经过时了 台湾只是一个岛而已 它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岛 叫台湾岛 它是中华民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而已 这个台湾政府现在定得很清楚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是一个折中的一个策略 是一个中庸之道 你不需要把这个招牌摘掉 因为你现在摘掉 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是你现在非说自己是台湾共和国 有意义吗 你不管说不说台湾是共和国 台湾现在都是一个国家 都是有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军队 自己的行政管理的 中国政府也没有说现在要打台湾 对不对 台湾只要没有法理台独 中国政府就不会打 也就是说明中国政府 已经基本默认了台湾现在的一个独立状态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中华民国 包括什么外蒙古 整个中国大陆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湾政府也不会再说什么反攻大陆了 对吧 这种话就是当笑话一样 所以说 找准自己的位置 然后好好的经营 投靠美国 就能保证台湾的安全 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台湾今天 就是以中华民国之名 行台湾共和国之实 现在台湾是有台湾关系法做保证的 然后现在迎来了台湾旅行法 未来可能还有台湾驻军法 等等等等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越来越紧密 美国一定会越来越造台湾 如果十年前你告诉我 中国打台湾 美国会不会出兵 我认为可能不会 但是今天你再问我 我就会说我肯定会了 这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美国已经彻底转向了 美国跟中国如果打起冷战 现在是贸易战嘛 很快已经是科技战了 然后就是资讯战 网络战 经济战 各种战 金融战 最后就彻底的冷战 甚至热战 所以说台湾的地位 在全世界已经是很明显了 它就是西方 欧美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桥头堡 这个桥头堡绝对不会沉默 我们看新加坡 为什么能有今天这么发达 这么稳定 最主要原因就是当年李光耀 坚决的去反共 坚决的去杀这些共产党人 这些什么马力分子 充当英美势力 在东南亚的桥头堡的作用 阻止苏联的这种 共产主义这种红色势力 向东南亚的渗透 新加坡可以说 做的比其他国家都好 都激进 所以这才被西方人看到眼里 说这个小国家是 确实是一个 我们这个好兄弟 是一个好学生 我们得扶持他 他不会像那些 其他国家一样手术两端的 这边有个小故事 就是当年李光耀去美国 第一次见到基金阁 是在一个 好像是哈佛大学的一个会议上面 当时有很多的美国的政要 有些人都在发言说美国应该撤出越南战争 然后当时苏联讲完之后 李光耀发言 上来就说你们这群人让我感到恶心 然后他就开始讲说 为什么美国应该留在越南 应该留在东南亚 防止这个苏联的势力渗透东南亚 拯救东南亚这么多的人民 当时李光耀这个发言 给基金阁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觉得这个人不一般 后来他们成为好朋友 李光耀就仗着这种 坚决的站在美国这边 坚决站在西方的这个价值观这边 才能有这个新加坡的稳定跟繁荣 所以说台湾现在其实也开始 起到一个相似的作用 这个冷战又一次打响 中国是这个落网之鱼 是之前苏美冷战的这个落网之鱼 现在开始中美冷战了 等于历史在重复在重演 台湾人如果足够聪明的话 一方面抱紧美国大腿 另外一方面 眼看着中国现在是外强中干的话 那为什么还要维持这么多的邦交国 中国用于花钱去养这些国家 就让中国花钱去 你可以消耗中国的资源 对不对 要是聪明的台湾人应该把这个价格抬得高高的 就像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小品里边说的 我们净价 我输一万两万三万对吧 一百万一千万一亿到十亿这个很夸张的价格的时候 突然我不叫了 你十亿你拿走 其实就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把这个这些邦交国都高价的卖给中国去 中国既然有钱 中国政府既然花老百姓的钱 从不来不心疼 那就让他花去 台湾其实可以一方面消耗 中国大陆的这个资源 另一方面呢 抱紧美国的这个大腿 他就一定会能够绝处逢生 其实现在走到今天 台湾已经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难道你要放弃现在的一切 而彻底拥抱中国共产党吗 我们看到了香港现在的后果 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经济已经在美矿日下 它没法再能够给台湾有什么好处了 除了买点农产品以外 除了派点这个游客到台湾旅游以外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办法 而台湾整个的经济 军事 国防 包括科技 制造业 这个消费市长都是靠美国 所以说台湾没有第二条路 只有刚才我讲的 把包袱甩给中国 从美国那里可以拿到的红利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